我们正式讲下一个系列之前 看的书先随缘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名字叫《死后见闻》 之前还有名字叫《生命后的生命》 这个名字起的也不错 当然一听这就是外国书 没错国外也有专门研究这些的组织 甚至比中国投入的还要多还要大 尤其像美国这种国家 特异功能 什么别死体验 说到这个死 每个人都会害怕 但是真的到那一刻 我们多少死去活来的人 都会告诉你 那一刻是非常的轻松 安静 没有痛苦 甚至讲快乐 它有一个共性 就是当时我们知道 人正在休克的时候 或者喝醉酒 甚至睡觉的时候 身边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这些人知道 有大概180个人 亲身的经历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 但是我们君子求同 小人求义 大同小义 他们共同之处 都是一般来讲 比如说在医院死得多 很多能听到身边的亲友 医生在抢救 或者在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以及周围的这种声音 这是第一 那他休眠的人都不一定知道 但是他知道 第二 就是同时能听到那一方世界的事 声音 主要是声音 也有看到人的 那声音的话呢 多半就告诉你 如果看到了人 那你回去吧 时候还未到 就出现那么大概两个人 西方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就是他们修的圣经 可能投放 投升到那一方水土去了 那中国呢 就叫黑白无常 我前面说 那一个道友 经常练英功 跟他们打交道 那这个小黑小白 长得也很帅呀 不是吐着长舌头 是什么青面疗牙 黑白防沙的样 什么家爷 所爷 牛头马面 这些人都在 没有那么恐怖 他身临寂静的时候 你有机会的时候 没机会就总归有机会嘛 到最后还是有机会 那么同时呢 他会 有些人呢 就会 这个身体啊 感觉到 因为那个东西出来了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轻飘飘的 有的 被外界这个视线所吸引 不知道自己这个 这个身体 它飘上来 也有一团形状 有的时候是会变化 有的怎么样 说法太多了 这一百多个案例 我们总体一样的 总结给大家 就是 他还有这个 一些呢 就飘着天花板 我小的时候也有一次这个经历啊 而且睡着睡觉 好面 他就这样 还跟他对话 他还回答 你看我前面那个 《道理器》啊 那个系列 有一个机 讲过 那么 大体上呢 就是这样 然后 听到声音呢 就是 另一方 就是 已故 亲友 在那边 召唤你 感召你 那个 时刻 它是感觉不到时刻的 没有这个时间 空间的 我们再加一句 就是提到这个 曾经有一个 别次体验的 那个 物理学家 就是他 前面我忘了 前面我没讲过 他因为学过爱因斯坦 他是一个 诺贝尔奖获得者 亲自亲身体验 那写下来 更有意思 他就 那刻 他想到爱因斯坦的空间 能不能到那儿去 一下就到那儿去了 他想自己的事 小时候有一次 怎么怎么样 实在想不通 一下又回到小时候了 这个时间空间 它本来是一体 反正那一数 就达到了 就是这么说